康民署發了一個聲明說拒絕了你們的場地的申請 有沒有說什麼原因和你們之後會有什麼納說 它場地方面 即是康民署拒絕了申請 它的原因是因為有其他團體已經入籍 將會在接下來他們申請星期五六天 就會搞一些慶祝國慶回歸的活動 所以它就已經是declined 或者是鶴聯委託公民黨申請天馬公園的場地安排 不過場地即是星期五的安排 其實都已經某程度解決了 因為立法會那個區域其實依然是可以用到的 而賀文施廠亦都申請了天美道的作為集會地點 到時候其實都會用那個地方作為公民廣堂的部分 包括座山或大學山 而基本上在天馬公園的整半部分 天橋道到草地一半的那個位置 其實都是可以申請到的 其實公民黨亦都有指 亦都是沒有其他團體申請的 所以其實這麼多的地方合起來 都可以將公民講堂的不同部分移施去這些地方 而明天晚上或者晚上的酒會地點 一旦現在會在立法會的區域 或者在天美道那裡進行 那是不是確定了是批准准的 就是有關的申請 那基本上它天馬公園那裡 還有天美道那裡 就是賀文施廠和公民黨 都分別日子申請了 那它現在就還沒有批准的 但是都沒有德式有其他團體申請的 所以理應常連個申請應該都會獲得接納的 那你昨天下午有說過 即是說給時間啦 梁濟英都來了 那你剛才在台上有說過 可能有進一步的激烈一些的行動 可以說一下接下來那個部署會是怎樣 就是如果他一直都不打算和你見面 或者有任何的對話好嗎 其實你說昨天你說 那你說就是 學聯的成員去了特首辦外面 那我就幫了CY 那當然它其實就沒有回應到 那我們都開出了48小時的時間 那其實CY應該就是退完他兩年前的承諾 就是帶回他一本布一支筆 來到天馬公園坐上的椅子那裏 去回應市民和學生的質詢 那你見到其實昨晚或者今晚的集會 那個時間他都沒有出現過 其實都預視了其實梁振英 他不會出現在天馬公園那裏 也都是繼續迴避 就是面對市民和學生的質詢 那對於他這個行為 我們當然是感到憤怒 那而他這個行為都認為 其實必須有再一步的行動 那所以都認為其實 明晚集會期間或是之後 是一個即是時機 其實是直接去禮賓府那裏去緝拿梁振英 因為梁振英竟然在這麼多地方 其實他都可以逃避的時候 那就是看一下在禮賓府 我們就直接去到他家門口 他住宅門口 他如果是有勇氣 願意承擔市民的問責的話 也都應該出來接見市民 他集會都會進行的 但是他差不多差不多 近乎是集會尾聲的時候 那大家就會出發去禮賓府那裏 是 我們會招會警方的 但是就不會向警方申請不返道通知書 我預計就可能是一千人左右 有了 這個議員真的過了 想要有個人去做的 對不起 就是明天的時間過了 那時不會再有任務 那裏應該要用 我想明天的主要行動形式 其實上午和下午都會去公民廣台進行的 而下午其實都會進行 好像今天這樣的社區行動 就是它有不同的街站 也都會有深水埗的一些社區探訪行動 也都可能會考慮 會不會像今天這樣 就去一些旺區遊行的 那在途中就呼籲市民 其實晚上參與集會 還有告知其實本身罷課 學生罷課集會的目的和意義是些什麼 那也都會在社區裏面宣傳 就是晚上會有一個升級行動 那就去禮賓府 那都期望市民是會聚集在天馬公園那裏 那其實都會再有 就是最後一部升級行動 那這個當然都要看回 究竟梁振英在利賓府門口 其實他會不會出來 就是會見市民 還是他都會夠逃避 那如果他是會見 並且是直接回答 就是學界之前提出的四點要求 並且會承諾其實會做的話 那我相信升級行動自然會有 那如果不是的話 那接下來都會有其他的升級行動 我可以說多次 其實你們星期五的集會 地點內置是在哪裏 還有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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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現在集會的地點 應該首選就會在天馬 什麼島 天美島 天美島 你可以說是在公園 即是北部到天橋那裏 但是那裏 並不是一個太適合 作為集會的地點 那天美島那裏 你說作為集會地點 它可以容納大概1至2萬人 那如果人數多過上限 的話其實都會再進去 即是你說立法會 即是有概的空地那裏 我想如果容納不了這麼多人集會的話 即是根據慣例 其實警方都會開放其他行車線 給一些市民的聚集 那也都有些市民可能是會 就是由天美島那裏 迫回來天美公園那裏 那這個都是 警方即是 網例都是會真正的人數 而作出恰當安排 其實明晚那個遊行 都會 即是通緝梁仔的行動 都會在完結集會之後才進行 因為大家都認為 其實你晚上集會 就是等白放學生 和市民都可以聚集在天馬公園那裏 等齊人了 然後我們一起去參與這個行動 其實暫時都沒有的 其實晚上的集會 學民和學聯都會打算 暫定在天美道那裏 進行那個集會 是 是 今天預計大概有五千人左右 就出席今晚的集會 今天預計大概有五千人左右 就出席今晚的集會 今天預計大概有五千人左右 就出席今晚的集會 今天預計裡面 怕不怕你們的團體有些 其實今天就有 接電話的人其實都說 其實他們都未想好有些甚麼會做 所以你預計其實衝突位就不多 那大家也都預計了 其實你會進行公民廣堂的地方 其實都是一些我們有申請的地方 到時候都會安排 即是狗賊駐場 即是協調 如果有糾紋的話 都會透過狗賊協調 即是當中的一些麻糞米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謝謝